大家好,我是基德 我最近在写航天视频的时候 就看到过中国工程院龙乐豪院士的一个演讲 龙老除了讲灯月火箭 还提到了减碳排的究极解决方案 他说在地球静止轨道上面 建空间太阳能发电站 再通过微波转换器把能量传回地面 再转身电能,接入电网 听上去是不是很夸张啊 这空间发电站有多强 在地球同步轨道围上一圈 一公里宽的太阳能板 一年接收的太阳能就相当于 地球可开采石油的总量 这要是搞成了 人类不直接能源自由 顺带还能减排 解决世界末日的难题 这么好的前景 当然一堆国家抢着搞 航天实力最强的美国先动手 1978年就开始做可行性研究 中间因为成本太高放弃了一段时间 后面越想越后悔 继续搞 第二早的是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开发空间电站技术 毕竟他们资源全靠进口 看到太阳能电站两眼放光抢着上 中国稍晚 08年开始把天机太阳能 列为国家重点研究计划 但进展很快 14年通过论证报告 18年启动昨日工程 去年就建好了世界上第一个 全链路天机太阳能验证系统 接下来准备在2035年 建成兆瓦及空间电站 2050年搞出发电能力 跟三峡电站一样强的太空三峡 至于推特五常之首 东亚交集化印度也敢潮流 2010年趁着美国 搞了一个空间电站联合论坛 俄罗斯航天局的中央机械研究院 也在2013年提议搞寄网 及太阳能电站 其他东京小 但也在搞的 还有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空间电站的类型也分很多种 造型排列有简单粗暴的 大太阳能板 有用绳子技术太阳能板的 也有排成纹箱 排成球的 排成RNA单螺旋的 能量传输 有用激光把能量传回地面的 也有现在最主流 进展最快的微波传输 这时候看着大家忙得热和朝天 自己一直没提出计划的带音 又慌又懵闭 我要不搞 岂不是败了我日不落的名声 但空间太阳能电站这个东西 听起来就像是可控核聚变 太空电梯 那种究极科幻 现代人有生之年 都很难看到的世纪工程 随随便便就几公里快 上千吨重 它真的值得这么多国家 说哈吗 技术和经济上可不可行 通通不知道 于是2020年底 英国找到一家咨询公司 说你帮我理理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资料 看看其他国家是不是疯了 这波能不能跟 接到任务之后 这家咨询公司 参考全球空间电站的研究进展 花了半年时间 终于整理出了几百页报告 英国政府看完之后 心跳加速 马上砸钱启动 诶 这不正好便宜我们了吗 那么今天这一视频 我就从报告出发 看看为什么全世界 都要把太阳能电站 建到太空上去 它是不是真的能解决能源问题 技术上会被卡壳 值不值得 少那么多钱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看到一些营销号文章 标题说空间电站 发电效率是地表的10倍 我大受震撼 太阳能电池发电效率 不是早超过10%了吗 成10倍 岂会比100%还多 再看内容 说的又是 比在地球上 直接用太阳能发电 高10倍效果 这 那么这个效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经过一通研究 大概搞明白了 10倍效果实际指的是 空间电站接收到的 平均辐热强度 是地表10倍 我解释一下 首先空间电站在离地 3.58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 这个好处就在于 它每天99.9%的时间 都能晒到太阳 一直在发电 而地面的太阳能电站 只能白天晒太阳 再考虑到早晚光照 强度不一样 司机变化 刮风下雨 等乱七八糟的 综合下来地表辐射强度 就只有太空的 8%到12%了 反过来看 确实是10倍 这时候聪明的能源小姐 就会问 你不是还要把电 转换成微波吗 微波传那么远 在整流输入电网 损耗不大吗 好问题 虽然发出来的电 会被转换成 不会被大气云层吸收的 窗口波段的 1到10GHz的微波 但整个过程 确实会再次把能量 损失到只剩32% 所以最后综合下来 空间电站 每天实际发电能力 大概是地面的 2.5到4倍 没有10倍 但这个效率 就已经很梦幻了 不是吗 最关键的是 发电还稳定 不像光伏电站 昼夜差别太大 不像水电 一干旱就停机了 新能源最让人诟病的 不就是波风波谷的问题吗 甚至空间电站 稳定性比煤电还强 毕竟太阳不会因为 黑子风暴 就给你涨个价 最后再加上 微波基本不会被大气吸收 接收站 想见在哪里都行 也不用什么 吸电东输了 直接空电地输 哪里需要船哪里 甚至还能出口 空间太阳能电站 AK完美能源 隐隐约约 我好像看到空间电站 在全世界各大国的簇拥下 正准备踏上 通往能源铁王座的红台 但就在这时 阴影里传来一声嘲笑 就这么着急吗 把我放在何处 众人转头一看 这不是传说中 早就清定为王的 可控核聚变吗 如果它能成功 谁还愿意花精力 去造空间电站 但面对核聚变的冷笑 空间电站歪嘴一笑 从兜里掏出一叠闪着光的纸 晃得众人睁不开眼 直接那纸上写着9个大字 工程可行性报告 加冕一试继续 进入下一个流程 游记得 也就是我 向主委农小姐 宣读空间电站加冕为王的 工程可行性报告 在航天上 有个词叫 技术就去水平 原来衡量一项技术成不成熟 它分为1到9级 等级越高越成熟 1级是原理阶段 2级是概念设计阶段 3级是概念能通过实验的证明 TRL只要到3级 就说明确实已经有了这项技术 接下来的456级 就是技术的各种验证 TRL到6级就说明 原型机可以运行 往后7、8级就是验证原型机 靠谱靠谱 到8级就说明产品已经合格 可以用了 最后9级 就这项技术造出来的东西 不仅合格还能卖给别人 那么空间电站的技术 主要就分三大块 1是把卫星送来天上组装 2是建地面接收站 3是运营维护 这三项加起来 又是20多项分技术 比如造大型太阳能板 把太阳能板送上天 给空间电站散热等等 这是英国空间电站的技术路线图 一眼扫过去 除了同步轨道卫星退役技术 是TRL2 还在概念阶段 其他都是3以上 全都是至少被验证过的 再看国际空间电站路线图 除了卫星退役 其他技术都比TRL4高 这个可行性报告是2020年写的 实际上在去年 中国的实际21号卫星 就跑到技术同步轨道 给北斗2号送终 把他拖到目的轨道 中国的卫星退役技术 已经在TRL8的水平了 当然到时候盖电站的 那个规模巨大 话不能说死 小结一下就是 空间电站在技术上已经可行 不像可控核聚变 还在磨从0到1的突破 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推进技术升级和工程化 2035年之前 把TRL全升级到6 建成兆瓦级空间电站 然后继续演证 2050年升级到 G瓦级11瓦特装机量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作为对比 三峡总功率是22G瓦 说到这里 加冕大会 众人连连点头 起哄空间电站 赶紧走上王座 带上王冠 不要再推辞了 但就在这时 一直不作声的财政大臣 GDP又拨开人群 阴阳怪气的说 有造空间电站一半的钱 我在沙漠戈壁 多铺点太阳能板 能源自由 一样能实现 众人醍醐灌顶 议论纷纷 对啊 听说空间电站 那么烧钱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回本呢 面对质疑 空间电站丝毫不慌 嘴角一歪 又从兜里 掏出一叠闪光的纸 光芒过后 财政大臣GDP 单期跪地 看到那叠纸 封面印着7个打字 空间电站 经济可行性报告 下面记得 加上大家 宣读这份报告 首先啊 要用最多的太阳能板 是模块化的 需求大了之后 开足马力生产 成本越来越低 反而最便宜 然后是成本最大的火箭运输 但朋友们 现在人类点出 可复用火箭天赋了呀 太阳能板造出来之后 并不是直接运到 地球近日轨道去安装 而是不断用可复用火箭 把装着零件的 原始电站模块 送到近地轨道 近地轨道 有一批专门的 化学人料飞船等着 他们通过专门的 加油火箭加油 然后在近地轨道 和中地球轨道之间 往返运送电站模块 电站模块到中轨道之后 将自行组装 展开太阳能板 再通过自带的电推发动机 把自己推到地球近日轨道 最后和别的模块 完成拼接 按照这份报告的预测 模块发射价格 在3000到20000人民币 每千克 作为参考 现在猎鹰重型的报价 是6.7亿个人民币 能运送 63800千克 到近地轨道 如果算让加油 每次设两发到近地轨道 才算完人任务 那换算过来 就是21000人民币 每千克 只比预测上限的 高一点点 大家想 再过个10年20年 中国再入个厂 整体发射成本再降一半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啊 而且现在猎鹰9 猎鹰重型的回收技术 就已经差不多了 比如2月18号的猎鹰9发售 是这款火箭第146次上天 第173次新一级成功回收 成功率还挺高的 而且空间电站 只要确定开建 再和价起来成千上万吨 建成发令功率 跟三峡差不多的 要发射几百上千次 这么大的商业需求 航天市场规模 会在目前商用互联网 卫星的技术上 进一步打开 成本一路矿跌 最终报告算下来 空间电站的度电成本 在290-650人民币 每千度电 跟其他新建能源相比 差不多 甚至还偏低 而且空间电站功率高 还稳定 还能带动一堆产业 比如航天发射 特样能制造微波传输应用 GDP成数达到2.3 投一块钱 能产生2.3块钱的GDP 收益跟成本比是1.8 投一块钱赚8毛 没字字 最重要的是 根据国际能源手的 全球碳排路线图 想要在2050年 把碳排降到0 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比 必须从2020年的29% 增加到88% 而且越往后发展 人类消耗的电还越多呢 每年全球太阳能电站的 装机量要增加630GW 相当于28个三峡 这么大的量 只在地面间光伏电站 肯定不够 所以出于碳排考虑 未来空间电站 大概率也是真要干的 说到这里 铁王坐下贵着的人 越聚越多 终于 空间电站在 诸位农夫小姐的建设下 踏上每一任能源之王 都要走得用时间铺陈的常态 谁也不知道 这条路他会走上多少年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一路上会有无数科学家 工程师 为他洗礼开道 祝他 加免为王 OK 不管是从技术上 还是经济上来看 空间电站都可行 不过从路线图看 既瓦机空间电站又建成 只要也是2050年的事 中间可能会因为 各种问题延弃 到那时候 碳中和deadline都到了 所以想搞环保 另一边消费端 还得同步减排 就在我先搞前两天 一堆人守着垃圾桶 等花来的2月14号 欧洲议会通过了 2035年欧洲新售燃油轿车 和小货车零排放协议 确定2035年后 不准在欧盟卖油车 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 停售油车的具体时间 但也有探路先锋 去年8月 海南省印发 海南省探达峰实施方案 2025年之后 新公用车就必须是电车了 2030年彻底停售油车 冲在欧盟前面 还有比欧洲队 国家队省队冲的更猛的 去年3月起 比亚迪就正式宣布 停产燃油车 专心搞新能源车 当时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在想 比亚迪在新能源乘用车领域 是什么水平 敢冲这么猛 结果一查数据成小丑了 2020年 比亚迪卖出394608辆 其中162893辆是新能源 占比41% 2021年 卖出73093辆 其中593745辆是新能源 占比81% 翻了一倍 等到了2021年12月 卖出97990辆 其中有92823辆是新能源 占比达到夸张的95% 换我是比亚迪董事长 我也只搞新能源 专心搞新能源之后 比亚迪销量冲得更猛 去年光纯电就卖了90多万台 再加上插电的90多万 新能源总共卖了185万多台 是2021年的三倍 销量世界第一 现在上网一看 还有大堆人排队等交货 比亚迪新能源这两年 为什么能卖这么火 打五个超安资料之后 稍微总结了几个要素 首先是减碳大背景下 买新能源车的人本就越来越多 新能源车刚出来那时候 大家愿意买 不是说觉得它有多好 而是补贴实在太香 比如免勾置税这一条 能省个一两万 再向上海 还直接免费上互牌 能升9万多 九桶当初买电车 就是为了能往城里跑 吸气普吸的空气 政策激励 让一部分人去吃螃蟹 然后吃螃蟹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越吃越方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2019年到2022年 每个月新能源车 却占所有车的销量 也就是单月渗透率 从4.06%增加到31.85% 暴涨7倍多 去年全年 新能源渗透率达到25%以上 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美国的三倍 同时光去年一年 中国充电装数量 涨了260万台 总共520万台 也是全世界最多 分布最广 那趋势放在这里 比亚迪站在时代风口上 销量猛增 理所当然 但是 为什么第一是它呢 它一定还做对了什么 我查到在研发方面 比亚迪一直在大附加码 即使在2019年车市寒冬的时候 大部分车企销量 均下滑的情况之下 财报显示 比亚迪仍然投入了 56.3亿研发费用 同比增长12.8% 20年85亿 21年106亿 22年投入145亿 预计2023年将超过200亿 是的 持续高额研发投入 就是比亚迪公司的传统 也是它从电池企业 一步步做大的秘诀 现在比亚迪总共有超过 4.9万人的研发人员 取得了申请专利3.8万项 授权专利约2.6万项的成绩 其专利数量行业领先 使中国500强平均的8倍 比亚迪做到第一的第二个原因 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推出王牌产品 2020年的时候 比亚迪推出了通过结构创新 把电池包体积利用率 提高了50%的 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这种电池 继承了磷酸铁锂材料的 寿命和安全性 同时还大幅提高续航水平 发布时候拍摄的 真次实验视频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他们又做过另外一个实验 让50吨重的重卡 从电池包上压过去 屁时没有 还换到车上照样跑 2021年 比亚迪历史5年 耗资百亿 打造出了纯电专属的 一平台3.0 2022年 在刀片电池 逐渐覆盖全系车型之后 比亚迪正式推出了 一平台3.0的 极大称制作 即首次搭载 C2B电池车身 一体化技术的 比亚迪海豹 车头设计看上去就挺贵的 主要是内在 直接把刀片电池 做成了车身结构的一部分 使整体强度提升 能减少整车侧主 45%的侵入量 这时候就有人问 你疯了吧 让电池和车身融合 假而言之 就是用电池包的上盖板 代替车身的下盖板 再省一层空间 增加续航 那毫无疑问 你省掉一层结构 可不能让车身强度变低 是的 所以要重新研发这一层板 比亚迪方案的特点 是重新设计了横向钢梁 结合电池包提供了 更高侧向强度和扭转刚度 同时保留一定的 换电池可能性 其次比亚迪海豹 还在刀片电池包的基础上 叠加了一种 类蜂窝三明治结构 这个设计卫星上经常用 又可以增加强度 最终使整车扭转刚度 提升一倍 突破4万加牛米每度 振碰结构安全提升50% 侧碰安全性提升45% 同时电池体积利用率 提升到66% 系统能量密度提升10% 整个底盘最高 高可装载容量为82.5千瓦时的电池组 为海豹带来超长续航能力 大家看海豹这个后排 非常平不挡脚 空间也流出来了 所以说 电池和车身融合的思路 就是后面这些年 新能源车的必经之路 另外海豹还有一个 ITAC智能扭矩控制技术 官方做视频大力宣传 简单讲 就在雪地雨天 这种车会打滑的场景中 电机全面传感器 可以主动调配全车4个轮子 智能分配它们的扭矩 让车不打滑 比如你做后排 不会晃来晃去的 刷手机也不容易晕 就很舒服 总结下来 无论是安全性 还是驾系体验上 比亚迪海豹 都是20多万这个价位 非常好的选项 又是一个王牌产品 海豹自批量交付之后 交出了2022年第四季度 实现连续三个月月销破万 上市半年 就爆卖了5万多辆的卓越成绩 以合理的价格 给用户实实在在的新东西 这大概就是比亚迪 能做到第一的原因 低碳时大的风 把本来做电池的比亚迪吹起 但它没有飘走 依然踩着土地 用执着的匠心 不断打磨新技术 空间电站或许很远 但我相信 在无数科学家工程师的努力下 在中国一个个像比亚迪 这样务实突破的科技巨头推动下 我们也将走向那个 充满科幻色彩的未来 竟然在无数科学家工程师的努力下